1932年 乌克兰发生了一场大饥荒 它是20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 也是乌克兰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据后来估计 大约有200至750万的乌克兰人 死在了这场饥荒之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乌克兰大饥荒的消息 被苏联方面严格封锁 人们只能看到 苏联工业化进程的日新月异 却不知道在苏联 有众多与乌克兰一样的地区 承受着饥荒的折磨 乌克兰拥有着世界上 最大的四块黑土地之一 耕地面积 占到了乌克兰国土面积的70.8% 还有欧洲的第三大河流 蒂涅伯河穿流而过 那么 为什么这么富饶的土地 却能产生如此严重的饥荒呢 直到1933年 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记者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揭开了这段骇人听闻的故事 1932年 欧洲局势风云变换 苏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原本的农业国家 摇身一变成为了发达的工业国家 没有人知道 为何原本落后贫穷的苏联 能在短短的五年间 完成如此巨大的飞跃 在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 苏联的工业产值 仅仅是德国的一半 美国的八分之一 全国也就只有不到 三万辆的拖拉机 九成以上的耕地 也都是靠人畜劳力来耕种 但是 在五年计划之后 苏联建成了 1500多个现代化的 大型工业企业 并出现了飞机制造 与重型机械等等的新型工业 此时 苏联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取得如此光鲜亮丽的成绩 也让许多西方世界的人不断猜想 发展工业是需要大量金钱的 那一穷二白的苏联 是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1933年 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的英国记者 只身踏上了前往苏联的火车 他想知道 统领苏联的斯大林 是如何凭空胜出这么多钱的 琼斯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也为有很强的语言天赋 精通多过语言 所以他曾经短暂的担任过 英国前首相 大卫劳和乔治的外交事务顾问 后来 琼斯为了完成自己内心的梦想 就做了一名 励志追寻真相的独立记者 1933年3月 琼斯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 他静止找到了苏联宣传部的官员 希望能向斯大林做一个独家专访 出生牛犊不怕虎 琼斯的身份其实就是个独立记者 他的背后没有那些知名的报社和国家撑腰 也因此 这个29岁的年轻记者 根本不被苏联的官员放在眼里 直接叫他离开 在多次尝试无果后 琼斯找到了纽约时报 莫斯科分部的主编沃尔特·杜兰蒂 杜兰蒂是个大人物 他因为报道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这个奖项相当于新闻界的诺贝尔奖 所以它在苏联有很广的人脉和巨大的影响力 琼斯希望能够得到杜兰蒂的帮助 但几番交涉下来 琼斯惊讶地发现 在莫斯科所有的记者都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未经允许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 在苏联方面的控制下 记者们要么成为替苏联官方说话的傀儡 要么就干脆每日放纵在酒水和美色中彻底沉沦 最终的结果是 所有的记者只报道苏联好的一面 而一些残酷的真相却被刻意掩埋 永远都得不到报道 但随着琼斯和这些莫斯科记者们的交流 他隐隐地听到一些风声 那就是苏联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像莫斯科这么风光 有些农村地区已经饿死了人 在深入的调查后 琼斯设法找到了一些愿意透露真相的外交官和记者 他了解到乌克兰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饥荒 土地丰饶的乌克兰竟然出现了饥荒 富有敏锐新闻嗅觉的琼斯感觉自己抓到了什么 他立马决定要去乌克兰一探究竟 因为人身出行受到限制 琼斯不可以去乌克兰的农村 但是苏联官方允许他去往其他的一些较为繁荣 所以琼斯买了一张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票 哈尔科夫是仅次于基辅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前往哈尔科夫 苏联方面是允许的 但是琼斯并没有像预定的计划一样抵达哈尔科夫 而是在火车进入乌克兰后 瞄准了一个机会突然跳上了另一列火车 他要脱离苏联人的控制 用自己的双眼去寻找真相 当刚进入到乌克兰的乡村 琼斯就感觉到了一次不正常 那些农民们一个个面黄鸡兽 像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样子 而后琼斯从背包里掏出一些干粮准备吃 但他忽然发现自己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所有人都在盯着他手里的面包 他们喉结上下滑动 好像在不断地吞咽唾液 这时琼斯不小心把一块面包掉到了地上 他捡了起来 随手就丢进一旁的檀鱼里 突然一群农民像发了疯的猛兽 纷纷扑向檀鱼 他们完全不介意肮脏 都在抢夺那块面包 想往自己的嘴巴里在 琼斯被吓到了 他惊讶地看着 甚至连自己包剩下的橘子皮 也成为了这些农民们的食物 他刚把橘子皮往檀鱼里一丢 马上就又有一群人围了上去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让琼斯确信 乌克兰一定是发生了重大饥荒 得是多么饥饿的一群人 才会在痰鱼里抢吃的呢 他想获得真相 于是选择继续往前走 他只身穿越了广袤的乌克兰平原 一路上他看见的是破败的农舍 和贫瘠的耕地 甚至还有冻死的尸骨 随着琼斯调查的深入 乌克兰饥荒的严重程度 正逐渐地在他眼前清晰 琼斯采访了一个乌克兰人 从他的口中得知 苏联的领导人曾答应他们 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 乌克兰人民会得到应有尽有的面包 土地上将流淌着牛奶鸡蛋和黄油 而且人人都可以吃得上肉 有衣服穿 但结果却是五年计划结束了 全国都在挨饿 琼斯走过了12个集体农庄 发现人们的哭泣声无处不在 有的农庄已经两个月没有面包可以吃了 一些农民甚至已经饿到开始吃牛饲料了 有好心的农民提醒琼斯 千万不要在夜晚出门 因为有太多被饥饿折磨到绝望的人 他们可能会在夜色的掩护下 做一些超出人类底线的事情 琼斯不敢再细想了 但还来不及等琼斯再做深入的调查 他就被乌克兰的警方逮捕了 幸好在杜兰蒂的帮助下 琼斯最后并没有被抓进监狱 而是被驱逐回了英国 但他也进入了苏联的黑名单 从此再也不被允许入境 乌克兰出产粮食 有着世界粮仓的美誉 而斯大林却用了处罚式的方式 抢夺了这座粮仓 1929年 斯大林对整个苏联境内 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农民 发动了政治镇压运动 其中包括了逮捕 驱逐和处决 同时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出台 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 迫使农民进入了由国家控制的农场 为了推行斯大林的政策 大量的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 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 但斯大林的政策 在乌克兰农村当地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而苏维埃政权也不客气 对一大批拒不配合政策的人 进行了集体逮捕和流放 而后 大量擅长耕作 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乌克兰农户 被化为富农 这些人全家都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 这也就导致了乌克兰的农业生产技术 和生产率的下降 免于被流放的农户 也被担心被化成富农 于是干脆就烧掉农田 宰杀家属 而大家都不耕作的直接结果 就是1932年的乌克兰粮食产量直接暴跌 苏联当局为了征收粮食 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 他们不再使用实际收到骨仓里的数字 而是用生物学产量 极度的夸大数据 目的是要把数据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教粮食 所以 苏联在三四十年代的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预期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以及征收不足的问题 在1932年的8月7日 苏联颁布了一项新法令 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 这一法令 从根本上禁止了农民把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 严令农民不允许私藏粮食之后 苏维埃共产党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 没收农民的种子鱼粮和口粮 根据报道 截至1933年1月 有大约79,000名农民也为私藏粮食的罪名被逮捕 其中4880人被判处了死刑 没有了维系生存的基本口粮 在乌克兰的广大农村 人们便开始饥不择食了 老鼠、麻雀、蚯蚓 甚至是蚂蚁都被当成了食物 在那个时候 皮革和皮鞋一度成为了上好的食材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能再生的 吃掉了就没有了 所以在吃完了这些东西后 真正的大饥荒便在苏联的一些地区开始肆虐 尤其是在乌克兰 很多人都被活活饿死 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尸在路边堆积起来 野狼侵占了废弃的农舍 然而搜查行动还在继续 而当一些良心未敏的苏共党员开始表示反对时 他们就立即遭到了解职监禁或枪杀 到了1933年春天 整个乌克兰已经饿票变业 与此同时 苏联政府开始禁止灾民向外流动 乌克兰以及顿和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彻底中断 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的乌克兰基民都会被视为阶级敌人而被逮捕 在这种绝境下 乌克兰农村开始发生大量的人吃人的现象 苏联官方宣传报曾经正义凛然地写道 吃自己的孩子是野蛮人的行为 据当时的统计 有超过2500人也为吃人而被定罪 有计划的饥荒 处死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 对教会的破坏 以及对这个国家传统村庄文化的摧毁 这一切的一切 吓住了所有希望自治与独立的乌克兰人 他们只能坚口不已 到了1933年秋天 斯大林认为乌克兰人已被击败 所以开始允许他们保留一小部分 他们自己的作物 直到1934年 没饿死的人开始逐步地收获了一些农作物 此时乌克兰的饥荒状况 才慢慢开始减轻 但大饥荒的真相 却被当局列为了机密 无人敢提及 也无人再敢回忆 这场灾难被深深地掩盖在谎言之下 而直到今天 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依然没有一个相对具体的数字 但自那以后 乌克兰人和苏联的权力核心 所产生的隔阂 却已经无法回去 大饥荒导致了乌克兰的人口大量减少 所以苏联便向乌克兰迁入了大批移民 这也形成了一些新的俄语系居民的聚聚聚 最终 过了60年 斯大林所担心的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 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国真的失去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独立后 截至2018年 有20多个国家认为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 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但是一些亲俄的政客 以及俄国政府却反对这样的说法 尽管许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和研究结果被纷纷公布 但仍然有一些乌克兰人仍然无法接受大饥荒的事实 他们无法相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对自己的民众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 许多分析认为 大饥荒等等的事件 现在已经成为了苏共政权的象征和标志符号 而历史学者彼得罗夫说 苏共和斯大林政权大规模的建立古拉格集中营 从事大清洗和政治迫害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这个政权的残酷本性 彼得罗夫说 有无数人也为饥饿和体力耗尽而丧生 但这些对这个政权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这个政权把人当作是随意消耗的材料 一批人死去 新一批人就会立刻补充上来 一顾历史学家 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 也详细地介绍了这场恐怖饥荒的发生经过 他根据流亡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以及普查经济数据与媒体报道 于1986年出版了《悲伤的收获》一书 这是一部纪录斯大林对乌克兰农民所犯罪行的完整史料 其中包括了有关大饥荒的事实 再谈到这本书的长度时 他写到书中所记录的种种行径 不是每一个词语 而是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着大约20条的人名 2018年 长期驻守东欧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安妮·阿普尔豹姆 发布了新书《红色饥荒》 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 这本书详细地讲述了这场灾难 作者称 至少有39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场饥荒 阿普尔豹姆认为 长期以来 俄国一直将乌克兰视为一块有利可图的殖民地 因此他一直担心失去那块领土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将乌克兰语的书籍和杂志列为禁书 并禁止在任何的歌剧院中使用乌克兰语 而且所有学校里的儿童必须要接受俄语的教育 一战快结束时 各个帝国纷纷崩溃 乌克兰在混乱之中宣布独立 但他著名的肥沃黑土和黑海港口 却遭到了白俄人 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邻国的争夺 经过数年极度残酷的争夺之后 1919年 基辅经历了十几次一手 乌克兰最终被两个新生国家 波兰和苏联瓜分 这其中大部分领土被苏联夺走 而后的斯大林也遵循着沙皇设定的先例 他镇压了东正教的乌克兰教派 查封了乌克兰语的报纸 在学校和图书馆中 大量的乌克兰语书籍也被没收清理 曾被短暂允许的乌俄词典项目 也被判定为颠覆行动 很多项目的工作人员遭到了逮捕和枪杀 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教师和知识分子 也遭到了逮捕 一些乌克兰词语被规定不得在报刊上使用 必须以更近似俄语的词汇代替 在俄国官方的眼里 使用乌克兰语已经犯有叛国罪 必须受到惩罚 阿普尔鲍姆在这番书中的叙述 很好地解释了这场乌克兰大饥荒和如今的俄乌战争的深层历史原有 2002年初 在社会舆论的呼吁之下 乌克兰政府解灭了一千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 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签署法令 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 乌克兰各个城市降下半级 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 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 乌克兰总统尤仙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电击仪式 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了烛光哀悼活动 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都停止了播放娱乐节目 2015年11月7日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附近竖起了一座大饥荒纪念碑 以纪念数以百万计在斯大林制造的乌克兰大饥荒中而丧生的无辜受害者 2017年11月25日 乌克兰举行的纪念活动中 总统波罗申科、总理格罗伊斯曼等等 正要向大饥荒纪念碑献上了花圈 全国政府机构降下万起致癌 各地教堂举行了弥撒活动 波罗申科表示 任何否认大饥荒或否认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行为 都是不道德的 应该制定法律 让否认这两个悲剧的人承担责任 波罗申科声称 俄国自诩为苏联的继承者 应当为这一罪行负责 希望看到俄国的精英承认大饥荒是种族清洗 并为此忏悔 2018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 承认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在1932年至1933年犯下了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灭绝罪行 在亲西方的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的总统之后 尤其是俄国入侵了乌克兰东部和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 乌克兰人对大饥荒的态度发生了许多变化 俄乌战争前的民调显示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俄国赔偿损失 绝大多数人认为大饥荒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民族灭绝行动 更多人主张审判责任人 主张大饥荒受害者的家庭和家属应该获得赔偿 2021年11月27日 同往年一样 乌克兰举行了大饥荒纪念活动 美国、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驻基辅的外交使节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总统泽连斯基在大饥荒纪念日上表示 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在乌克兰发生的三次大饥荒 也就是1921年至1923年 1932年至1933年 以及1946年至1947年的这三次大饥荒 乌克兰人永远也绝不会遗忘 他特别强调 由斯大林专制政权所制造的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规模最大 泽连斯基说 在这之前 还没有任何一位统治者会制造出如此野蛮和悲惨的事件 乌克兰外交部在大饥荒纪念日时发表声明 谴责俄国至今仍然否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是在纵容犯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致避免类似的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当年发表文章揭露了乌克兰大饥荒真相的英国记者琼斯 他的报道并没有为他招来赞誉 反而却被许多人视为了公敌 一方面英国那时刚刚结束经济大萧条 国内仍然有许多吃不上饭饿肚子的人 在这种时期大肆宣传这种文章 有人怀疑这是要转移英国国民的注意力 再联想到琼斯曾经担任过前首相劳和乔治的外交顾问 所以有人猜测这是劳和乔治某种特殊目的的政治手段 并且当时在英国本土有许多苏联模式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苏联模式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他们不想听到反对苏联的消息 而在国外 由于斯大林发动的快速工业化 苏联也与其他国家有着大量的工业设备订单 所以西方出现了琼斯的这种报道 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远在莫斯科的杜兰蒂也发表了反对琼斯的文章 杜兰蒂想不到自己随手救下的一个年轻人 竟然捅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娄子 杜兰蒂在纽约时报上声称 任何关于苏联饥荒的报道都是夸张和恶意的宣传 琼斯没有想到自己不但没有成为揭露丑恶事实的英雄 反而成为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 不过虽然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在一开始被世人唾弃 但琼斯仍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新闻真相的追求 1935年 琼斯听说在遥远的亚洲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维满洲国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竟然被抓起来当作了傀儡 日本对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不可明说的阴谋 于是琼斯决定再次出发 前往蒙古和维满洲国的交界处 他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日本人阴谋的真相 但不幸的是 他在调查的过程中遭到了一伙土匪的绑架 有文人致使认识琼斯 认可他揭露丑陋真相的行为 为此交给了土匪几千英镑的赎金 希望能够把人放回来 但没想到这伙土匪居然不要钱 他们只要这个记者的命 就这样琼斯被土匪杀死了 人们察觉到了阴谋的味道 这不是一起正常的绑架案 而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 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带 琼斯的死让人浮想连天 也许是日本人知道琼斯发现了什么 所以琼斯不得不死 记者琼斯为了新闻真相 在仅仅三十出头的年纪便黯然死去 他的死亡并非没有意义 起码乌克兰人民永远的记住了他 1991年之后 乌克兰从苏联中独立 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 而后大家开始重视这个曾经为乌克兰人民而发声的英雄 后世曾有人为乌克兰饥荒的事情辩解 他们说这是苏联为了发展工业化而无可奈何的举动 为了发展必须有人牺牲 他们认为也正是乌克兰饥荒的牺牲 才让苏联的工业化得到了飞跃 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抵抗纳粹的重要力量 但历史事件的评判终归是主观的 而历史的真相也是真实发生且不可被篡改的 每一个勇敢揭露丑陋真相的人都值得被永远铭记 如今在英国的威尔士 有一块纪念加雷斯琼斯的石碑 他被称为乌克兰的无名英雄 在2008年 琼斯又被后世追授了乌克兰功勋勋章 以此来表彰他为乌克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民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好了 这一集就是这样 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电台 一个穿越过往细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